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效性 就是這個做 這個東西放進去是有效的 第二個就是它的長腳的穩定性 如果穩定性的話 那有些東西就被排除了 像說矽膠我們過去 就一直在使用二三十年以上的歷史 那為什麼矽膠會被排除 就是因為它長期來講有軟縮的疑慮 那當然不是每個人都有 但是這個疑慮永遠無法排除 所以我們慢慢漸漸漸的用心思 材質來取代它 那像說卡曼拉它是 矽膠的進化 用高鐵絲把它外層包抹起來 所以我們身體就會以為它是高鐵絲 就不會產生排斥 那很多人想要那既然這樣換到 就全部用高鐵絲不是都可以嗎 也是不錯 但是高鐵絲它就有問題 它會像衣服縮水一樣 它會縮 還有就是它一開始是有初期比較軟 所以不用碰撞 那當然最高檔的很多人都認為它是很高檔 假設好像是聖品一樣 就是所謂人工骨 其實不是啊 我個人偏好人工骨並不是因為它神聖或什麼 是因為它本身它可以營造 比較多的細節 什麼叫細節 為什麼我們骨頭是硬的 因為硬的才有辦法支撐出線條 那軟的東西是可以增加體積 這沒問題 可是你真的要有線條 一定要用骨頭 那骨頭本身又分光滑面跟粗皂面 那人工骨本身是粗皂面 粗皂面有好處 那為什麼它會做成粗皂面 就是它會吸附我們的軟組織 那它可以真正模擬出骨頭 跟軟組織之間的關係 我們講的理解就是雙下巴好 你做成人工骨的話 我可以把雙下巴往上拉抬 所以雙下巴就會很厚得明顯的改善 這個除了人工骨外沒有任何材質可以做到 那相反呢 因為這個材質它的操作它的技術門檻比較高 所以一般市面上也會比較少使用 原因在這裡 不是在它不好 是在它技術操作門檻比較高